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意识千层面 如果用心,它绝对不是一道懒人菜 先来熬一份肉酱 详细的配料我会列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文字里 把除了牛肉以外的配料都切成细丁 胡萝卜我会先擦成粗丝再切丁 感觉这样比较快 大蒜拍扁以后再切碎 中火 锅里放两大勺橄榄油 先把洋葱炒到透明 加入蒜末炒香 把牛肉糜倒进去 翻炒成颗粒状 再放西芹和胡萝卜 加几片香叶 倒一大瓶原味的番茄泥 拌匀 拌匀后盖上盖子 小火炖半个小时 这时候预热烤箱到200摄氏度 再来煮白酱 开小火 融化黄油 加面粉 加面粉 炒到面粉跟黄油完全融合 而且微微起泡 倒一部分牛奶 搅拌匀后 搅拌到浓稠以后再加一些牛奶 就这样把牛奶全部用完 可以得到一个顺滑的酱汁 放奶酪碎进去融化 灌火 加一点盐和黑胡椒 肉酱汁 肉酱煮得差不多了 就把香叶剪出去 把罗勒和一半的法香 倒进去翻拌几下 最后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肉酱也就做好了 接下来用面条鸡做面皮 没有面条鸡的话 你可以买干的面片 400克中筋面粉 两个鸡蛋 加水到160毫升 装上这种做面片的头子 先倒面粉 然后一边搅拌 一边缓缓倒入蛋液 在面团搅拌的时候 我们准备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先铺一层肉酱 再加一层白酱 稍微抹匀 喜欢奶酪的 这时候可以撒一点 切下合适程度的面片 满满的铺一层 满满的铺一层 重复上面的操作 一层肉酱 一层白酱 一层面片 也好的 保満稍微抹匀 操作 顶上是肉酱和白酱 最后放上奶酪 我用的是混合好的干酪丝 足足200克 盖上铝箔纸 放在烤箱中下层 200摄氏度先烤25分钟 剩的一点面团被我做成了面条 25分钟后拿掉铝箔纸 再烤8分钟左右 直到表面出现漂亮的金黄色 出炉后撒一点切碎的发香 切块 装盘 是不是非常诱人 虽然做起来有点麻烦 但是比超市里的半成品好吃很多 如果你也喜欢这份高热量的异式千层面 请别忘记点赞 新来的朋友 欢迎订阅大鱼食堂 不要错过更多美食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Western 美食堂 没有 是